由金讲导演郑文棠与金曲乐团闪铃首次合作的电影《冲组》 即将在29号在全台湾要上映了 而全片在国家歌剧院等多处的台中市的景点取景 也获得了市府补助拍摄 而这天剧组的导演跟演员都来到了台中进行宣传 要把内心的热情跟理想来跟民众分享 市长林佳龙举起冲字大旗预助票房一路狂冲 由金讲导演郑文棠和金曲乐团闪铃首次合作的电影《冲组》 全片在国家歌剧院等多处台中市景点取景 也获得市府补助协拍 这天剧组导演和演员来到台中进行宣传 这个片子在台中拍也曾经得到我们市府新闻局的协拍金 我们很高兴这个片子用一种摇滚动作喜剧的方式 这是郑导的新的一个呈现的风格 那里面有很多的意识 但是又很快乐的方式来引起共鸣 电影《冲组》主要以2014年初太阳花学运事件发生之前 整个台湾社会被中国市场贡献的氛围 让台湾人爱国家的意识觉醒 导演希望用电影表达对的事情就勇往直前的冲 即使最后失败也是值得的 那这部电影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故乡的爱 然后想要透过像散灵夜团这样来帮忙 结果最后才发现说其实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 自己要靠自己 大家进去戏院除了开心以外应该也会得到一些什么 然后我相信对大家重新找到自己对未来的热情 以及对自己这个要继续打拼的这些精神都会很有帮助 电影《冲组》将在29号在全台上映 市长林佳龙也邀请民众一起进入戏院 找出自我对理想的坚持 在趣味欢闹的气氛中共同探讨人性和社会争议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